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个所谓的核酸分子 包含DNA 包含RNA 它为什么具有分子上的方向性 而且它的方向性是用5prong端跟3prong端来说明来表达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画一个DNA分子 那DNA分子好大 我就画几个 去氧核糖核甘酸吧 为代表 这是个5碳糖 它的2号碳是H 没有OO 所以这是一个去氧核糖 好 这个地方连的是个寒氮碱基 这个地方连的是个磷酸根 好 我画一个了 我连续画三个 为什么画三个呢 因为三人成群 那为什么不不多画一些呢 因为事不过三 反正我都有理由 我就画三个为例子 这三个去氧核糖核甘酸 其中它的2号碳都是H 去氧咯 我现在要让这三个核甘酸连在一起 怎么连呢 这边的磷酸跟这边的三号碳形成间接 这边的磷酸跟这边的三号碳形成间接 然后这边形成下一个 这形成三一个 好 我把它连在一起了 这是一条聚核甘酸链 它是一个聚核物 很多小单位合在一起 可是我们知道DNA并不是单骨啊 它是双骨的啊 所以紧接着我要画它的对面一骨 好 对面一骨呢 一样有寒酸碱基 好 各位会注意到 我在画另外一股的时候 我的方向是颠倒的 刚刚这个欧是朝上 现在这个欧是朝下 好 一样我也画三个为代表 因为三人成群 好 再画一个 好 一样这个是聚氧核糖核甘酸 好 这个 好 一样我让它形成聚核甘酸链 这边形成间接 这边形成间接 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好 形成了 好 现在各位看的是双骨DNA 对不对 好的 那我现在要换个颜色 这些核甘酸 上面具有所谓的聚氧核糖 聚氧核糖是糖类 它具有碳链 它的碳在哪呢 这是一个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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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碳在外面 还有五个碳 所以叫五碳糖 五碳糖中的聚氧核糖 这五个碳是有编号的 那 这个碳跟这个碳 刚好是这个碳链的两端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这两端谁编号一呢 那个 准则是这样的 这两个末端的碳 它们各自接的关能基 一个接的是寒氮碱基 一个接的是磷酸根 好 这两个 两个 关能基当中 谁的分子量比较大 好 我们整理一下 是 碳氮碱基比较大 比较重 所以它就编号一号 所以 以后你们在学 有机化学分子的时候 它的碳链会编号 编号怎么做编号 最末端的两端 它接的关能基 谁比较大 它就编号一号 一号确定了 就依序 一二三四五往后边 那如果今天的最两端 末端 刚好它带的关能基 是一样的分子 这样怎么办 就退而求其次 找倒数第二个 那谁的关能基 重量比较重 那个倒数第二个 就编号二号 那前面就是一 然后一路一二三四五 那如果这个分子 它完全是两端对称的呢 那这时候谁编一 谁编二 谁编最后 没不重要 对没差 好 这是在有机分子上 碳的编号很重要 它在表达 你某个关能基 放在几号碳上 是用碳的编号做编号的 好 接下来我们知道说 弹端链基 它分子量比较大 它就是一 一二三四五 好的 那这是一 这是二号碳 这是三号碳 这是四号碳 这是五号碳 对面这也是 这是一号碳 二号碳 三号碳 这四号碳 然后这边是五号碳 然后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五号碳在外面 大家已经看到答案了 就是 这个地方是五号碳 这地方是三号碳 上面是五号碳 下面是三号碳 这一端就是三号碳的位置 上面就是五号碳的位置 就表达成 这边叫五碰端 这边叫三碰端 同理可称 对面这边 这是三号碳 这是五号碳 这是三号碳 这是五号碳 所以上面是三号碳的位置 叫三碰端 下面叫五碰端 如果今天是五网三化箭头 这边是五网三化箭头 有看到吗 双骨螺旋DNA 互相平行 但方向相反 一个箭头向下 一个箭头向上 好 这个箭头就是方向性了 一端叫五碰端 一端叫三碰端 好 那为了让大家 以后不要误会误解 有时候你会看到 这一条DNA分子 这一条DNA分子 这条DNA分子 这边是五端 这边就三端 那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你会说 怎么三跟五会靠一起 当然咯 因为以这样的分子 排例来讲 上半段都是五 下半段就是三 那五跟三 怎么靠近 当然可以咯 这个三碰端 是这一条的下面 而这边的五碰端 是这一条的上面 所以五碰端 跟三碰端的DNA片段 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好 我换个比喻 如果今天我抓一条蛇出来 这是一条蛇 看得出来吗 这头 好 假设头是五碰端 尾巴是三碰端好了 那五碰端跟三碰端 可以靠近吗 当然可以咯 就是一条蛇 围起来 好丑 好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所以五跟三可以靠近的 但这样的方向叫做 它是个顺时钟 或是个逆时钟 它还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以后 等一下我们再画分子的时候 你会说到 为什么五端跟三端 会靠这么近 可以靠在一起 当然可以咯 这边的三碰端 是这一个分子的下面 然后 这边的五碰端 是下面这个分子的 上半部 所以一个是这个分子的下半部 一个是这个分子的上半部 一个是五碰端 一个是三碰端 合理的哦 好 以上我们就用这个图来表达 不论你是RNA还是DNA 由核肝酸所构成的大分子 你的序列上 你的方向上 就具有方向性 其中有一边叫做五碰端 因为这边是 偏靠近五号碳的位置 另一端就是三碰端 它靠近三号碳的位置 我们就用五碰端跟三碰端 来表达核酸的分子方向 好的